这号房间是在513房间 还在机上 他们已经破卖入了 干嘛 你打人之后 这号开门我不带给谁啊 我打一号给120怎么不行呢 你们能动手打人吗这么多 电话拿出来 电话拿出来可以啊 这号房间你这么多 他说你打人吗 他说是打人吗 谁打人 谁打人 谁看到了 做警察这样做吗 相信 做警察是这样做吗 你是要讲证据的 做警察是这样做的吗 你有什么证据 谁打的你 谁打的你 打你哪的伤在哪 说话要讲证据 我不会给你这样争论的 我不会给你这样争论的 是不是 你以为你能终门过去吗 我终门过去终门过去 你都不能打人 知道吗 谁打的你我问你 我就是问你 谁打了我 刚进我这个屋子 他能看见 那个人离开了 对不对 他打了我 你太好笑了 7998我记着你 对 记着我记着我 你叫什么 我叫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了 你晚上到我屋里 我要问叫什么 你拿出警证来 我到你屋里了吗 我到你屋里了吗 那是你有过吗 打我门没有 谁杀你们了 什么叫杀门 怎么样 怎么样了 说 什么什么事 你有什么理由 什么叫我什么事 你们大晚上杀我门 我什么叫杀门了 警察一行检查 什么叫杀门 谁打你 谁打你 我来问你 我听见你喊的 我过来了 对不对 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谁打我了 知道吗 清楚的告诉你 谁打的你 我去问你 你不要打我了 你自己施的 我自己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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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非得这样说 对 你非得这样说 我只能这样跟你解释 因为我没有看见任何人打你 怎么都能打你 哎 你们是都对我有文气 哎 我说不能 小货 师父 老婆老婆都小货 我们都不 都是为了文座 对不对 大家全部都能打人 哎呀 你在一个装神 我还差个说 我怎么样都不能打人 哎呀 你在装神 什么叫装神 你就不晓得我的话 啥叫装神 你 只有你个人叫装神 哎呀 啥叫装神 慢慢回去机会 看他对对对 哦 装神很危险 我就是 话太多了 对不对 那你还能说出什么话呢 哎呀 你来威胁我 这真的 我带你 这个怎么叫威胁呢 这怎么叫威胁 我现在知道安全的 安全 我怎么不知道安全的 我在中国我能不安全吗 对不对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 我命令你 这个 不是命令 是要求 要求是什么意思 要求就是要求你们在这 要求是什么意思 你作为一个北方人 我们现在 要求是什么意思 好吧 这样 我现在做了一个警察 就是说 要求你们 要求你们 要求你们在这个时间 你 你以什么来提出这个要求 我以我警察的身份 你警察身份怎么能要求 我们所有人在这待着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凭什么法律哪一条 法律赋予他的权利 哪一条 法律赋予他什么权利 要法律赋予他权利 一个公民 会受他的限制吗 哪个法律 是吧 一个没有罪的公民 会受到他的限制吗 所有的公安机关的检查 那公安机关要配合谁呢 公安机关要配合谁呢 负责人是不是对公民有义务 去尊重他们的权利呢 现在就跟你讲 你配合最好 就是现在开始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你不关我谁 我需要跟你说 那不可能 一个人问我就给你回答嘛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 我需要看你的身份 我需要看一下你身份 我需要看一下你身份 刚刚说疫情警察 怎么能带人呢 他不配合检查的吗 我也不配合检查的吗 我也不配合检查的 我想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必须问你 我配合就对对对 对不对 你太粗暴了吧 到公安机关去驾 他为什么要到公安机关去驾 他为什么要到公安机关去驾 立行警察 带人要有批捕令 你知道吗 我先问你一下 我们扣我们这五个人放哪里 我都带他们 我都带他们 跟我问一下 我出了事也 可能我也问不到 因为我出了事也随时 他们被扣押到哪了 也不像口一样 我也不晓得 这个人被你们带走的 你不能说你不晓得在哪 对吧 你要说 你要说 你晓得送我 也可以 你又是这样了 你这个狗自己 我刮得很 你这个狗狗 你告诉他在哪 我也不会去捷狱 是吧 你这个 你这个 做事一点成语都没有啊 是不是我们有人不在了 我肯定要问这个人 你带哪儿出来 你说 你说一个地儿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是成都人 对对对 他哪里了 正常的正常的 但是我一说 我能跟你说 我肯定说 就是不跟你说 那就不说呗 算我 真是 那我们就不问你了 好吧 不得是 慢慢走 好 这个账应该是警方公司的吧 大半夜帮你拿起来 然后现在又没有事让我们走 他在里面把你们弄东西给你们拆换 这帮流氓了 我都吃 我都吃 我们一个时候 那我去张告 咱们就走 希望呢能够把证人名单显送过去 明天证据交换照常 说明天只有一天时间了 我们得帮你通知啊 通知啊 然后我们好容易气点海中才当的 那个法官吓了就那林小 从头到尾就不敢看我们两个人 男的 那谁啊 今天是谁 啊 然后我们把名单给他了 我们把名单给他了之后呢 这哥们 这哥们一溜小跑 捧这个名单就往楼上跑 七点多了 我们打上车 刚转那个家号 也就有点电话 说你们还得回来 真不好意思 说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说你们得把这个 关联性起情苦 你们这三个证人想说什么问题 我记得给你的那个证人上面写的就是说 用你出庭来干什么 我说要证明这个豆腐杂工程和死难人数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对你们这个 你们几位的这个这个这个特别重视 还是我觉得因为他们可能 要防这个 因为你就是调查 他还没有发判决啊 大约两个半小时 你是谁 嗯 而且我们就是一个群伐的 就是叫 没有参与啊 嗯 去年就是去信 主要证据是他收了王家那些邮件 接受了这个 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媒体的采访 这个状况就是我觉得 我也当了这么新年律师 也打过无数的关系 就是我没见过这样的这种证实 就是完全不让我说话 这个吃饭 就我们几乎 对就是非常不愿意听我们讲话 然后公诉人员也没有 就是我说话他会打断 他会他会帮我归纳 然后我还没说他就和他听懂啊 四川做这种 我们也跟法庭讲了 我们会就本案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 这种违法和亡法 还当成被告人 就是被告人 和那个叛徒人权利的行为 向有关部门通过正当的途径去投诉 八九六三 只需让他往外区的人去不要 好的 好的 好 好 嗯 其实我们是想说呢 像谭多仁和爱贤人这样的一种 一种努力呢 他等于他们在做政府 没有做到的事情 他们在去试图呢 来做政府 千方百计掩盖的事情 而这个结果呢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 地震和天灾中间 反思制度的创伤呢 是非常有价值的 并且能够证明 谭多人对于这个教育体制和独裁专制的这种 导致的教育体制的腐败 乃至呢这个豆腐渣工程和学生大量死亡 这些事情呢应该说都有非常明显的观点性 但是昨天下午六点来钟的时候呢 被告知所有的证人都不能出庭 是因为他们不同意出庭 他们不批准 但是按照我们对于这个刑事诉讼法的理解呢 应该说被告人有举证的权利 我们可言来证人出庭 然后呢就是说法院呢能做的是帮我们通知 我们也告诉他们这几位证人都已经到了成都 不存在通知不到的问题 艾伟先生从北京过来 他仅仅是一个我们邀请的证人 并且你法院还没有同意他做证人 法院既然没有同意他做证人 他等于是与这个管案 他不能够进入法庭 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关联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人和他的同志 全关在法庭里面 我听到艾先生跟我讲的 我觉得很吃惊 他问你们怎么证明你是警察 警察居然用把这门踹开的方式来证明 我就是警察 我用这样的方式证明我警察 你凭什么来抓我 这也是他的发问 那么这个发问的过程呢就是他 他被打了一拳 而且他居然没发现这个拳是怎么打出来的 最后呢没有任何人给出任何解释